我叫我应该入学 空凛入宋 不甘鬼 天生的沙坎不见 结合书法的诗歌吟唱 学员们唱起来很有意境 汐纸区自强礼书法班举办成果展 在活动中心三楼 只见墙面上布置了学员们的作品 这一天汐纸区长林庆峰来看展 学员们也来一段即兴演出 唱的是挂在路口处已建来的 这幅春江花月夜书法作品 吸引不少人的目光 学员们不但展现书法成果 也秀诗词吟唱了功力 活动中心落成以后就开一个书法班 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半到三点半 由江苏兰老师带领同学一起学习 我们这次写的是行书由唐言落花师 落花师级 这篇里面也是落花师级里面其中的一篇 那我们书法班都是觉得各个都是才艺 这个书法展因为我们已经连续展了两年了 包括今年就第三年 因为我们的一些成员 都是我们里面的一些来这边学习的一个成员 然后他们也让这个展览 让他们有一个增进的一个机会 也让他们展现他们的才华 我们来参观我们的一个书法班的一个成果展 那很多的一些学员们不到半年的时间 他们的成果就非常的丰硕 那有行书草书凯书各式各样的字体都有 那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如果有兴趣能够到我们自强里的一个书法班 来一起来上课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 如果说可以的话一起出来一起来学习 自强里书法班连展 这都是靠平时勤练基本功 他们每个星期固定在自强市民活动中心上课 跟着老师学书法 这学了三年的功夫 不少学员都是退休后才开始学 不过班路出家 现在学员们都写了一首好字 也爱上学书法 书法就是让人家心可以静下来 而且退休以后 每天有一个事情做 生活有一个重心 那感受书法的美 因为那个诗词 还有顺便提代一下 我们礼拜六 有上那个汉诗吟唱 汉诗也都是吟唱 唐诗诵词 就变成说写书法啦 吟唱啦 让我们的心境更快乐 书法成果展在自强市民活动中心三楼常态展出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欣赏 甲崇惠林细致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